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立體3 它說甲乙丙三個人排成一列 那請問共有多少種排法 那這個立體呢 三個人排成一列 就很像剛才三位數一樣 但是呢 現在呢 我們從甲乙丙三個人選一個 填入第一個空格 它總共有三種不同的方法 你可以填甲 可以填乙 可以填乙 就甲乙丙三個人呢 可以分別排在第一個 那接下來呢 當你在排第二個的時候 就跟剛才那一題不太一樣 因為一個人不能排兩個空格 所以等於是這邊呢 就甲乙丙三個不能重複了 那剛才數字呢 它可以重複的填入 所以呢 第一個有五種 第二個有五種 第三個有五種 那以這邊來說的話呢 因為它甲 如果在第一個 這第二個空格呢 就只剩下一根丙這兩種情況 所以呢 第一個空格呢 有三種可能 那第二個空格呢 剩下兩種 那第三個空格呢 就剩下一種了 所以呢 我們完成這個第一件事情呢 有三種方法 完成第二件事情有兩種 完成第三件事情呢 只有一種 那所以呢 三個人排成一列呢 總共有多少種呢 總共就是六種不同的排法 六種不同的排法 第三個空格呢 差不多 那一段落轉 感谢观看